今天全国多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庆祝第八个中国航天日 今年航天日的主题是 格物置之 叩问苍穹 在主会场安徽合肥 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影像图 我们所有的地质构造研究 甚至它的地形地貌的研究 后面的地表变化的研究 都是要以这个火星图 作为基础的 今天航天员刘洋 王亚平 刘伯明 聂海胜 也走进公众 为青少年进行航天科普 此外 在中国科技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以及黑龙江福原等地 还举办了驻梦航天等 400多场航天日科普活动